每天起床总觉得睡不饱吗 担心是罹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 台东马街医院尔比侯科的医师沈广轩 他指出 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因为腺体组织肥大 造成呼吸阻塞 短期可能只会感到精神不好 不过长期下来呢 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不可以不小心 早上起来越睡越累这样子 纵使我一天睡12个 假日睡12个小时好了 我还是觉得很累 担任居家服务员的李先生 从学生时期就受睡眠打呼之苦 即便每晚睡眠时间充足 隔天起床却还是昏昏欲睡 直到今年4月就诊 才发现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 听手术切除肥大腺体后 恢复良好 当把这个扁脑腺体拉掉之后 我们帮旁边的肌肉 做拉体的这个动作 那3D立体空间扩大之后 就会让它这个我们呼吸的 这个顺畅度改善很多 那打呼的声音也就会改善很多 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 因为扁桃腺 现样体现臃肿 舌根扁桃腺较为肥大 加上睡眠时肌肉张力下降 造成气管阻塞和打呼的情形 导致睡眠时期的缺氧 当大脑强迫身体 做呼吸动作时 就常使患者从睡眠中惊醒 不仅影响睡眠品质 也可能增加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另外由于颈部脂肪在外堆积 也会造成睡眠时压迫呼吸道 据统计BMI大于30的民众 就有40%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患者瘦身10公斤 可改善50%的症状指数 因此除了配合医师治疗 减重也是改善呼吸中止症的关键 谢谢大家会台东市报道